当年投资过亿却票房惨败 如今被无数武侠爱好者奉为经典 代表着当年武侠最巅峰之作 1640年满清入关 凡发现习武之人立刻斩杀 作为行轻武将的烽火连城 拥有三千精兵驻守在天门屯 手下武功极其高强的十二门将 替他攻城掠地 自然也不会错过三百两一个人头的好机会 率领战兵所到之处 无论老幼一个不留 可正欲清算人头之际 一名老者骤然而至 盗走悬挂尸体上的木牌 即便被官兵团团围困 老者也无害人之心 只是凭借脚尖的身手应对 随后御驾马离去 可谁知一门将死追不放 直到一条小溪边 老者不知去向 找不到人的门将 看到了正在巡逻的五元英 见女子是习武之人 门将就要杀了她换取银两 生死关头 刚被追杀的老者突然从水中跳起 将门将连人带马打翻在地 可武功高强的门将起身 再催涉的老者 一旁的五元英知道 今天九子一生 只能以命相搏 可因实力悬殊 被门将一招侵难 铁链掏住她的脖子 死死地按在水里 当她快要窒息时 身后的老者用尽力气 将剑插进了门将的眼睛 可她也因受伤过重 再次倒下 就在她要成为亡魂之时 五元英突然从身后偷袭 用铁掌勾 使门将一击毙命 与此同时 烽火连城盘算战地品食 一名高地女子 却引起她的注意 烽火连城拨开其凌乱秀发 见其容颜秀丽 不由心中大惊 只一女子与其亡妻极其相似 未解相似之苦 她将女奴带回寝宫 可绿珠已经无暇顾及 只顾大口绝食佳肴 此时 手下突然闯进寝宫 烽火连城顿感晦气 便提刀急促而至 将其当场斩杀 得知手下门将离其死在小溪边 她立刻出动探查情侯 一眼望去令她无比兴奋 山脚下的这座村庄 名为武庄 早年为了抵抗强盗千害 庄里总共283人 人人习武 可在烽火连城看来 三百两一个人头 这无疑是一笔发财的大买卖 之前被门将追杀的老者 在五元英的帮助下救回了村庄 她告诉了众人 烽火连城即将来吐庄的消息 让大家赶快逃命 就在此时 有人认出了老者是前朝的官员 冲上去就是一顿武力输出 原来老者早年与烽火连城合伙 造了许多杀戮 如今的他只想拿命 村民们都不愿意相信他说的话 配刀抽出就要将他打死 好在庄主刘金一出面 这才暂时保住老者性命 直至深夜 五元英念及老者救命恩情 与好友韩志邦合谋 预衬夜色将其送出村外 不倾毒心系武装村民 无愿众人被烽火连城屠戮 恨求二人与其赶赴天山 寻求隐世高人相助 三人一路经历风雪 有经无险抵达天山顶峰 老者生生忏悔自责 当初罪孽深重 希望大师施以援手 见其凡人醒悟 惠民大师无意刁难 只派出三名弟子出山祭拜 又恐几人学义不惊 决定让二师兄杨云聪 唤醒处于闭关中的 楚赵男大师兄 大师认为 五元英与韩志邦二人 也颇有天资 于是便赠予韩志邦射神剑 赠予五元英阴天铺剑 游冬出鞘 剑名声响彻山谷 楚赵男纵身跃除 而老者父亲主 当年舍弃的那把剑 惠民大师也曾重新垂炼 名为莫问剑 临行前 惠民大师赠送十二子真言 莫问前程有悔 但求今生无愧 就此 七人七剑各得其主 组成七剑下天山之势 一路快马加鞭 拯救天下苍生 当天夜底 风火连城麾下三大首领 带三百精兵夜袭武装 庄主严阵一带 可即便疏死一搏 仍被杀得遍地尸海 眼见无路可逃 庄主女儿刘玉芳 带着全村孩童 躲进村堂避难 却仍被对方尽数包围 正于痛下杀手之际 门外惊现一道身影 此人宁为新龙子 乃天山派三弟子 两把静心剑 钢链相连 剑锋锁过之处 敌军皆成剑下王魂 门将眼看不敌 便下令放剑 天山寺弟子木朗 手持日月剑杀进敌阵 此剑分为两柄 成段不一 时而双剑 时而一体 搭配卓越身法 让敌军防不胜防 瞧见二人身手不足 叛军首领暗自窃席 断定必能换取高额悬赏 于是让人兵分两路 发起进攻 可就在这时 五元英与韩志邦从天而降 他所持的舍身剑 顿中有力 可开山批时 尽管武功平平 但此剑在手 信心十足 五元英手持天铺剑 此剑双头剑锋可攻可守 按住剑柄 可使其自由坦出 眼看孩子有危险 七剑大师兄 主招男破枪而出 将孩子救下 他所持的游龙剑乃玄铁打造 剑身发红 剑面外有一条金龙缠绕 眼看庄主的女儿玉芳 就要被门将的钢刀杀死 楚招男及时出现 所谓游龙一出 万剑臣服 仅凭一剑 便将首领瞬息斩杀 而另一边 二师兄杨云聪 一柄青端剑削铁如鱼 短短数戏时间 三代精兵被七人七剑 屠戮殆尽 为留一人苟延残喘 被老者斩断手臂后 风火连城顿时怒不可乱 随即便拿起琵琶 把气全部撒在了 暴行之人手上 接着他命令得力干将 瓜葛落在召集一百兄弟 由他亲自带队 要把他七人随时犯断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之时 七人其中的三人 突然来到城外校镇 眼见几人主动送上门 风火连城立刻出城迎战 却遭到老者 父亲主的威胁 可风火连城非但不拒 反而嘲笑七剑不自量力 起调话音刚落 城内便升起阵阵浓烟 原来七剑已展开行动 只见新龙子 手持火把 在墙头肆意纵火 木朗更是往马斯廖中 倒入八斗 杨云聪立于穷顶 脚揣瓦力 轻松将士兵放倒后 溜进密室 将风火连城 提升战地的酒水 尽是摧毁 叶子削弱 城中士兵士气 而另一边 楚昭男与瓜葛落相遇 大战一触即发 瓜葛落予以先发制人 却被楚昭男 仅凭一剑将其击倒在地 瞧见对方功力深厚 瓜葛落不敢练战 躲进风火连城寝宫 瞧见绿珠孤身在此 不由心生歹念 正准备持光 楚昭男走了进来 瓜葛落惊慌失措 为了拉楚昭男垫背 竟用绿珠做挡箭牌 楚昭男面无表情 稍微用力 瓜葛落的弯月刀 瞬间被斩断 游龙发出的剑鸣声 清脆刺耳 犹如鬼魅般环绕四周 使瓜葛落愣在原地 当他反应过来时 楚昭男快如闪天的剑法 一招就让瓜葛落隐恨西北 绿珠家的腿软倒地 本以为绿珠是 风火连城的女人 可与其交谈过后 才知与自己同为高利人 见其背后努力烙印 楚昭男心生怜悯 决定将其带离贼窝 而在楚昭男离开后 风火连城返回寝宫 本听绿珠下落不明 顿时气氛至极 命令手下把人追回来 可战马早已被木朗 为了挖斗无力追击 直至深夜 风火连城集结兵马杀入武装 却见其中人去楼空 不仅如此 还设下重重陷阱 好在风火连城有所察觉 可破开陷阱后 只见对面稻草人挂着一封信 让他小心自己藏起来的钱 如果被手下找到 那他将死落一条 与此同时 七剑护送武装村民离去 行至百里开外时 杨云聪心思缜密 瞧见沿途留有一路标记 断定队伍中必有内奸 可眼下却无任何证据 哪只大队休整之时 村民不慎饮水中毒 而无依无靠的绿珠 自然成为怀疑对象 唯有楚昭男愿意出面 为其证明清白 事后众人商议光航 决定躲进山洞避难 借此机会查明内奸身份 此时风火连城 率军也追到了山下 只是见眼前密林 烟雾缭绕 加上前几次大军损失惨重 风火连城也不敢再贸人前进 不过他想到了一个新的狠招 花费重金 向多个多亲王购买六门大炮 发了风似的朝山上猛扑 索性众人躲在山洞 安然无恙 直到夜晚炮声停止 同位高地人的楚昭男 对绿珠格外照顾 而绿珠对这个救过自己的男人 也心生情愫 二人一番雨水之欢过后 绿珠便告诉了楚昭男 一个重要的秘密 他还被关在 风火连城的行宫时 亲眼看到风火连城 将梁祥存放在大殿的石像之中 虽说旗舰实力强悍 但面对中被精良的风火连城 风火连城的储备良想 他的手下大军便会土崩瓦解 趁着夜色 楚昭男带着绿珠连夜骑城 决定趁风火连城追击之际 将其天门屯营仓销毁 可当其用游龙剑劈开神像后 风火连城早已等候多时 第二人架起火炮 各控空射 楚昭男有游龙剑在手 本该来取最如 可绿珠手无伏击之力 被大网罩住悬于半空 见此情形 楚昭男方寸大乱 不惜制出游龙剑 斩断绳索 而这把绝世神兵落地后 虽然被风火连城所得 未能挑拨离剑 风火连城谎称 绿珠是密探 此言一出 楚昭男虽不愿相信 却在心中产生怀疑 瞧见绿珠走向自己 不由用汉语出言试探 而在两年失神之际 风火连城持剑之刺楚昭男 然而即使被怀疑 绿珠仍用身躯被其守护 哪知楚昭男情急之下 竟不慎挥剑击中绿珠 绿珠一脸难以置信 可即便如此 他仍旧拖着重伤之躯 赶回山洞 向七剑通风报信 全音语言不通 还为阎明来龙去脉 便撒手人寰 好在发现了他手上的地图 由此断定 楚昭男在天门屯身陷重围 于是策马赶往天门屯 想和风火连城谈判 此时 楚昭男已被风火连城 用铁链锁住 准备将他五马分尸 就在这生死关头 六剑及时赶到 风火连城让他们交出配剑 才肯放楚昭男 众人无奈 纷纷将配剑交出 可这时 却出现了意外 五元英见众人 即将成为待在高阳 他与门将拉扯 就是不愿松手 看门将放松警惕 他突然用力拍击剑翘 两头剑锋的天铺剑 侧得门将措手不及 在五元英的掩护下 几人趁机拿回了自己的剑 大战一出即发 就在双方酣战之时 火炮被点燃 瞧见楚昭男身陷危机 新龙子和木朗心急如焚 急速将骑兵回剑披落 再以剑锋砍断铁链 其余骑兵剑状 便欲将楚昭男拉走 却被韩志邦投出射神剑 将铁链死死定在地上 眼见火炮即将轰射 韩志邦见不而至 猛然调转炮口 将敌方战马轰在原地起飞 而鱼阵恰巧镇断铁链 楚昭男翻身跃起 用铁链缠绕射神剑 都是韧性十足 但莫问剑剑身偏长 冷兵器则是一寸长一寸强 加上父亲主精湛的剑婆 完全不属于同一个级别 五元英仰仗二师兄杨云聪 之前对他的指点 其剑法占地大增 这时刚差想要趁人之危 好在韩志邦将其隐害 可他却被铁锁从身后偷袭 手上有剑的韩志邦 瞬间占地暴增 盾中有力的射神剑势不可挡 风火连城拿着楚昭男的游龙剑 霸气外露 将生相克肩 游龙剑发出清脆的剑鸣声 游龙剑虽可斩乱武 却无法斩断 以陨师所住的青甘剑 也因此两剑可以对砍 不存在兵器的优劣差异 旨在于持剑人的武功剑法 风火连城由于常年使刀的习惯 出剑的招式与刀法一致 以凶猛劈砍为主 杨云聪的剑法相对柔和 二人从屋外拼杀到屋内 依旧难分胜负 狡猾的风火连城死即偷袭 褲招男突然出现 他将铁链缠绕在手臂上 增强杀伤地 也可以达到格挡的效果 不是说有龙剑消铁如泥吗 这里有个细节 当风火连城向他砍杀时 褲招男是用铁链挡住 游龙剑屏处 但毕竟还是赤手空拳 褲招男被风火连城压制 逼到墙角 就在关键时刻 杨云聪及时出现 褲招男在借用青甘剑 斩断身上的所有铁链 没有了束缚 便发挥他最强的实力 为不已多其少 褲招男让杨云聪退下 他要亲自拿回宝剑 两人再次交战 褲招男剑法神鬼莫测 飘逸灵动 即便风火连城全力以赴 仍旧不能占据上风 风火连城 小剑处于弱势 便果断落荒而逃 褲招男紧随其后 追进狭窄向导时 眼剑无路可退 两人再次展开拨道 剑锋交击 墙壁沟壳纵横交错 风火连城勉强抵抗 可忠实实力不计 被褲招男一脚揣翻在地 风火连城发现不敌 便跑到一个装满火药的房间 随即又展开了几点厮杀 就在你来我往的僵尺之际 风火连城抓住褲招男的破绽 夺走了青甘剑 他自以为胜券在握 便想杀死褲招男谁 游龙青甘靠近 便会产生极强的磁力 瞬间两把剑 又回到了褲招男的手上 他用力揪出青甘剑 风火连城联盟去拔 却又再次中计 杀人如麻的风火连城 最终引恨西北 可尽管如此 不清楚明白 要想中原武林 不再惨遭投落 就必须要让皇上 解除禁武令 为此起见商议过后 决定赶赴京城 寻当今皇上 废除禁武令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还有哪些想了解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